这次包括英国的威廉王雏和哈利王子 女王一共八名的孙子女 17号在西敏厅为祖母来守夜 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有已故君主的孙子辈 公开参加相关的仪式 详情交给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 带您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跟他的兄弟姐妹一同为女王来守灵 那其实呢不只是查尔斯三世 现在这个威廉王雏 还有哈利王子以及女王总共有八名的孙子女 其实也都是在伦敦时间的这个星期六 在西敏宫呢为这个祖母来守灵 那其实这一次呢是史上第一次 由已故君王的这个孙子辈呢 来公开参加相关的仪式 那其实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队伍呢是由威廉打头阵 那后面呢是跟着弟弟哈利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安德鲁王子的女儿 这个币瑞斯公主和尤吉尼公主 那另外呢这个安妮长公主的一对子女 还有爱德华王子的一对子女 也都跟在后面 所有的这个堂表兄弟姐妹是齐聚一堂 要为祖母来守灵15分钟 那其实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比较特别的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哈利王子 其实从这个2020年 他就已经卸下王室的身份 那接下来他其实都很少出席 王室相关的活动 那他这一次呢是罕见的 在穿上军服一起来出席 这个祖母的守灵仪式 所以呢听说也是因为 查尔斯三世呢特别准许 就是哈利可以穿上军服 那其他的六位生子女呢 则是都是穿上长的礼服 或者是森舍的正装来出席 那接下来也可以看到 说在整个这个守灵仪式上面呢 是八个子女 是用两两并列的方式 然后都是用左脚下阶梯的方式 而非是这个左右脚交错 那威廉呢 他是先走到这个女王灵柱的前方 那接下来哈利呢是走到这个女王灵柱的后方 那其他六名这个孙子女呢 则是并列在两侧 那只是比较特别的呢 是在这个仪式开始之后呢 这个中享周大家就开始守灵15分钟 但现在呢根据这个英国媒体啊 太阳报就有这个肢体语言专家 他们就分析说 其实从这整个队伍上面就可以来看到 所有人呢都是跟着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啊 并列的来走 唯独呢威廉跟哈利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一前一后的方式 威廉走在前面 哈利走在后面 所以这似乎呢 也是有点预言了之后 这个这个王室权力消长的关系 就是说在威廉跟哈利之间 可能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在这个孙子女 这首灵式上面的最新画面 好的 那这个英国女王的国葬呢 将在19号举行 各国领受以及王室陆续动身前往伦敦 日皇夫妇也破例参加丧礼 还有哪些外宾将参与 这次又出动了哪些维安阵容呢 再交给信仪 好 持续在您看到 其实想要看到女王 瞻仰女王这一面 其实非常不容易 目前呢 伦敦街头的这个气温 是只有大概11度左右 那瞻仰的队伍呢 据说是要排到至少19个小时 甚至有些人说 他们是排了24个小时这么多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女王国葬 其实各国的政要呢 已经陆陆续续的出发 包括说这个日本德仁天皇跟皇后雅子呢 他们是在这个日本时间17号呢 就已经搭专机从这个东京的羽田机场出发 那这也是德仁天皇在2019年上位之后呢 首次出访 那另外呢 就是说美国总统拜登呢 其实也搭乘这个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已经抵达英国伦敦了 那到伦敦之后呢 他们会搭乘这个总统专用的坐车 这台叫做野兽的车 会在这个伦敦市区内移动 那其实根据英国政府啊 提供给贵宾的这个参加国上的一些指南来看 这一次本来是说这个几乎各国政要元首 都是需要搭乘巴士 主要是因为这个英国的交通 目前实在是太过拥挤了 所以各国的这个元首 可能都需要搭乘巴士来移动 但是呢 他们特别准许拜登跟这个总统夫人 是可以搭乘自己的坐车 在这个伦敦市区内移动的 那至于像是日皇德仁 也是会跟着大家一样 就是搭转这个公策的方式 然后进到这个国葬的现场 所以呢 这个这可以说是 但是对拜登来讲啊 这一次他抵达英国之后呢 其实对于这个英美关系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转列点 新的里程碑 因为呢 拜登也预计说 在参加完女王的国葬之后呢 他会跟这个新任的首相 特拉斯来见面 那同时也会展开会议 那大家也在猜测说 之后可能会谈论一些关于中俄关系等等 相关的议题 那来参加这个女王国葬的 这个各国政要 其实目前包括像是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等人 他们也是都已经抵达伦敦了 那其实查尔斯三世呢 有先在这个白金汉宫 已经先跟这些 比较早就抵达的这些各国政要 已经先跟他们见面 那之后呢 也都会安排 就是跟陆陆续续抵达的 一些各国政元首们 就是可能有一些 短暂交谈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一次啊 西敏斯是从这个18世纪以来 就再也没有举办过这个大型 任何一位这个君主的葬礼 那根据这个美国的CBS报导 是说上一次英国 这么大规模的国葬 是在这个丘吉尔逝世之后 是在1965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英国已经有超过 半个世纪的时间 没有举行过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元首的国葬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啊 是说我们这个女王的国葬呢 即将会在台湾时间的 19号的晚间 会正式开始举行 那相关最新情形呢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锁定 第一手的消息 那以上是为您掌握 将时间镜头交换朋友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